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很簡單 當然我們可以說 有時間去大自然裏面 我們除了一個鞋子 在草地或者樹林之間行走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這麼繁忙 其實現在市面上 已經是有一些接地器的產品 在我們的健康店 已經有很多的客人 買了回去家裡 每天都可以接受到 這個接地器的治療 包括了一些很簡單的 一張床墊 只有一張床單 剛才醫生也提過 出去加拿大的時候 都可以攜帶 鋪在床面上 每一晚一定會睡覺 一定會休息的時候 就可以做到這個治療 不需要每天繁忙之完 要花時間走去交往的地方 還有一些是一塊 一塊墊 可以在你上班的時候 在辦公室或放在地上 你的腳趾可以 或者放在你的電腦 因為現在大部分人的工作 都不離電腦 可以放在這裡 你接觸到 就可以接受到 接地器的治療 剛才提到的 接地器產品 可以在我們 六創二的健康店 可以買到 六創二的地址 是在銅鑼灣 炸電街五十四號 富城商業大廈二樓 我們的聯絡電話 是二八八二四八四八 開放的時間 逢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十點至晚上七點 星期六 是上午十點至下午的五點 歡迎大家 到來參觀 以下節目內容 純屬主持 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大家好 我是Dora 我和袁醫生 是今次自然療法與你的主持人 自然療法與你這個節目 是在醫療消費者方面 提供多方面的醫療和健康的資訊 讓你們能夠為自己的健康問題處理上 逐出比較好的選擇 不對的概念 指出資訊不對 是會導致我們消費者 會吃虧 是主要的原因 當然我們不懂 無知就可以害人 亦可大可小 輕的話 我們可能只是金錢上 或者時間上的損失 但如果嚴重的話 我們可能會賠償我們自己的健康 甚至我們的性命 要保障我們自己的健康 不能夠缺乏多方面的資訊 所謂知多些 是省些 袁醫生 多謝你 我知道袁醫生剛剛從美國回來 我知道你去了芝加哥那邊 最近就讀了一個課程 最近是同類療法的 亦都去了維珍尼亞州 看過一個有機農場的運作 我想你也有很多資料 想跟我們的朋友分享一下 是嗎 大家都知道 現在美國的經濟發生很大的波動 在今次我去芝加哥 其實有一個同類療法的深授課程 在過程中 我體驗了很多東西 其中一件事 我在飛機上 拿了一份華爾街的雜誌 那份報紙 你看回所有經濟的資料 那些新聞 全部都是很負面的 即是很抑鬱的 即是說過 原來經濟如何不好 年輕人的失業率如何高 十幾個百分之 一片全部都是那些負面的消息 其中他提出一件事 他說 美國的公司 他們的競爭力是大大降低了 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醫療的保險費很高 你知道我以前也和大家分享過 我有一個中學的同學 是在美國做男護士的 我們都說 原來很多人都退休了 他就說 我不可以退休 那什麼意思是不可以退休 他說 原來美國的醫療的保險費是很高的 如果你正在工作 起碼公司會幫你付出這一筆 其實我也認識很多其他人 都是這樣說的 他寧願找一份工作 其實賺多少錢不要緊 最重要是公司幫他 即是掩蓋醫療保險 有一個數據 他說 平均美國人用醫療保險 大概要五千美金一個人 一年 即是一般的家庭 如果你只說醫療保險 都轉了一個很大的數字 那這篇文章 一個人五千 五千元 一家人 可能二萬元 只是說醫療保險 一年 二萬元 美金 你知道香港最近 還未在不斷地探討 醫療保險 政府都知道 我們醫療的體系 是面臨破產的 即不能夠繼續下去 那就希望我們坊間 即是私人公司 或者我們香港市民 開始自己 然後有買自己保險的習慣 那你要看到 其實美國已經發展到 那個保險那個費用 就是高到 基本是令到很多 美國公司 都不能夠 不能夠大大的 那個競爭力跌得很厲害 其實他有一個討論的重點 就是說 有些公司好的 幫你傳保 就算你退休也好 都幫你繼續保險 以前 美國很多公司 就是員工退休 好像33% 都繼續醫療保險 即退休之一都有 這個數字一路跌 跌到二十幾% 你可以看到 醫療保險 是一個很受關注的 亦都是很影響 社會民生 的一個問題 那現在香港人 就好像說 在答應這個問題的開始 我們都不知道的 就是初心就是這樣開始 是不是 政府的醫療保險 就是那個安全網 是不足夠的 或者都不夠錢的 那不如大家幫補一下 那你知道呢 越幫越多 越幫越多 到最後其實問題 完全解決不了之下 如果醫療保險 發如一直這樣 一直這樣上升 當然在那個 在那個 在那個 課程裏面 也認識很多 不同的醫生 大家都說一下 美國的那個 工作環境 就是醫生的工作環境 其實給我感覺上 是很悲的 他們全部 身為一個很大壓力 很不安全 隨時被醫生告 被病人告 因為很多的律師 就是盯著他們 所以這些這樣的官司 是導致到他們那個 他們那個 他們那個 所謂的那個 自己的醫療 那個 保險方面 都很高的 那麼他說一個 在珠加哥 在Illinois 那個州裏面 他們那些 家庭醫生 醫療保險費 都要成五萬六千元 一年 只是說醫療保險費 其中他說的一宗 是一個腦外科手術醫生 被一個病人告 他即時就把他的銀行戶口 全部封了 那些官司打了十年 拖了十年 你想想 你可以想像一下 無聊的官司 一定有很多 我經常都很強調 其實我們的法律 現在整個法律制度 設計 都是給律師賺錢的 其實我們的婚姻制度 設計都是給律師賺錢的 我們教育制度 都是令到人 愈來愈不懂得思考 我們的醫療制度 都是設計的 給醫療人士賺錢 給律師賺錢 其實這個世界問題 其實是很大的 如果大家有機會 聽我們圓網堂 其他節目 這方面相信 一定都有足夠的資料 讓大家知道 我們正在面對這個世界 一個怎樣的世界 那麼他們的醫生說 他說經過這宗 外科手術的官司之後 其實很多外科手術醫生 都不敢做 令到很多病人 根本找不到醫生 如果需要外科手術 根本找不到外科手術醫生 可以幫他做 當然了 朱加哥、Ellinois 旁邊就是Wisconsin Wisconsin Wisconsin的情況很多 因為可能人口比較少 醫療的氣候比較好 那會不會有人騙醫療 其實會不會騙醫療 騙醫療的 保險的醫療 可以這樣說 是很普遍的 很普遍 一個官方的數字 美國有Medicare 和Medicare Medicare 就是給窮外人 政府承擔保險 Medicare就是老人家 很久以前我看過數字 至少有百分之一的費用 被欺騙用了 這是一個很普遍的現象 因為有這樣的制度之下 很多時候是鼓勵人 大家都來濫用這個制度 所以我一直都很反對 用那個醫療保險 是絕對不會解決到問題的 會令到香港更加進入 火生水熱的狀態 這是很容易看到的 美國已經看到很充分 已經看到這些現象 好了 作為美國醫生 就經常戰戰兢兢地工作 要很小心 做足防禦醫療 防禦醫療 英文叫Defensive Medicine 一般人以為防禦醫療 是做一些防禦病人的受害 其實不是的 防禦醫療是 防禦醫生被人控告 什麼東西都先做了 不需要先做 這可能未必醫得好你 但是就不需要註斷全命 做足他認為做的事 就算發生什麼事故也好 你都告他不進入 其實你知道 任何的手術 任何的醫療的步驟 風險很大 在美國來說 我和大家也分享過 現在美國導致死亡的第一原因 就是醫療的運作 七十八萬九千六百三十六人 每年死在西醫那裡 你也看到了 只是在藥物方面 譬如維他命裡面 其實過去從來沒有人死在維他命 但有三百萬人死在藥 這是過去二十七年的數據 二十七年裡面 有三百萬人死在藥物裡面 從來沒有人死在維他命 你看到現在的維他命管制 像香港那樣 維他命當西藥管制 其實這個最主要目的 都是令到我們香港的消費者 醫療消費者 是沒有機會用了一些安全有效的工具 其實我經常說 香港這個世界上很多 陰毒的法例 惡毒 陰濕惡毒的法例 什麼是陰濕惡毒的意思呢 就是這個法例 表面上好像保護消費者 但其實最主要目的是保護藥廠和醫療價的真相 所以我經常說這些是陰毒 中國人有這些陰毒的法例 因為它是和你本來一般人的原意 完全不是一會這樣的事 你看到整個醫療氣氛都是很陰暗的 那個人都好像很無奈 我說其實很簡單的 這些這樣的法例 全部是違反人權的法例 違反人的言論自由的法例 違反人的資訊自由的法例 違反人的資訊自由的法例 直接想去高等法院去挑戰這個法例 但大部分人都是忙於生存 大部分地球人都是忙於生存 他們根本沒有多餘的時間 沒有多餘的精力的心情去做一些事 是徹底解決自己的主身的問題的 這是一個好可悲的 如果你出了面子去做頭去支持這件事的時候 可能政府也會針對你 你真的沒有收入了 對醫生來說很明顯 醫生已經是整個制度之下一個受害者 當然最大的受害者都是病人 當病人就算了解這個真相 或者不了解這個真相 你都不斷地在一個很鬱結的環境裡面 來運作來求全 對我來說是很悲的 我到處所看到的資料 人們都是破產 很多人破產 也不是破產也好 就算作為醫生 在香港來說醫生是一個很好的職業 但是你看到在美國已經淪落到 醫生處於一個很被捕壓抑的工作環境 當時坐在我旁邊有一位醫生 他是一個皮膚科醫生 專科醫生 他就開始學同學療法 大概學了五年左右 他說他怎樣開始轉軌 原來他自己有個病 結果就被他一個醫生用同學療法醫好 他說這個醫生是一個中國人 我說是嗎 中國人的同學療法醫生很少 至少在我們這方面 在香港或者亞洲 非常少 原來他說這個醫生是一個台灣人 他就用同學療法醫好他的病 當然我也沒有詳細問他什麼病 他就開始對同學療法 產生很濃郁的興趣 開始去上課程 在我們的課程中 其中一個醫生很厲害 我每個星期都去他學習一下 最後我就問他 到底在你現在學了五年 你知道皮膚科 其實皮膚科是最糟糕的 除了精神科之外 皮膚科也最糟糕 沒有人真的遇到 除了用類固醇 也按照症狀之外 其實有些什麼做 是否成因太複雜太多 好像飯飯都可以令到你的皮膚有問題 但他們的處理 成功處理的工具是很少 根本可以說沒有什麼 除了有類固醇之外 抗生素之外 其實還有些什麼 我便問他 我說你做肥膚科真的很慘 完全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滿足感 沒有滿足感 你哪個病人醫好過 我問你有什麼病人醫好過 當然肥膚科很少被人告 除非美容皮膚 我是一個很沒有滿足感的工作 他說他都承認 他說也是 我們很多同行 一半是做了美容 但我暫時暫時不想轉 大部分做了美容皮膚 那些方面 他說 據我所知 除了類固醇感之外 抗生素 其實你有什麼工具 他說不是 我做了一些新工具 不過副作用很厲害 既然副作用多得這麼厲害 那就是有第二模 好了 我問他 你學了五年 你有多少個病人 你是用同學療法呢 其實在我的練習中 大概10%是用同學療法 其他都是用傳統的西藥 他說 我自己心想 什麼搞錯 你明知沒有用的東西 你還要用在別人 在我的角度就是這樣 是吧 如果你跟他講真相 如果你真是很有良心 你不要用西藥來治療皮膚病 你這樣說 如果病人把你去告發 你在你的醫院告發 你就會被人脫牌 你根本是不能夠做你 憑你良心做你要做的事情 那他只是 如果那些病人需要用的 他要求得到的 那我就用同學療法 如果他不要求得到 就只要用平時的西藥去做 那我說 其實一個醫生 可以很容易影響病人 是嗎 你說的真相給你聽 那病人緊聽你說的 是吧 但多時很多時候都是 如果你的醫術未夠高的時候 我覺得他自己 未有信心 未有信心去用這個方法 那當然跟類固醇 比類固醇更快 但是你知道類固醇是醫不到 真正的皮膚病是長期醫不到的 自己將皮膚更加越來越破壞 其實他應該自己知道 但是始終也是 你要取捨就是 你敢不敢說真相給別人聽 你一說真相 就隨時被人告發你 因為沒事的 你做西醫的嘛 你用這個方法 你又不用正統西藥的步驟去醫人 有什麼事發生 那你就犯罪了 犯罪了 被人吊銷牌照 被罰款 然後被人可能坐牢 那所以其實你可以看到 整個醫療的景況 整個美國的整個經濟環境 一般人的心境 其實我覺得是很陰暗的 我覺得是很陰暗的 是很慘的 我很慶幸我不在美國 這些地方來行醫 隨時他說 有很多西醫 走自然治療的路 或者走同療法 被人告得很厲害 其中他說一個醫生的名字 其實我都聽過的 很出名的醫生 亦都是遇到這些被病人告發壓迫 那這個醫生其實是說那個 那個 他是牙醫來的 很出名的 寫了很多書的 也是一個牙醫學教授來的 那他一向是推揚 是用一些安全的物質 就是不要用水銀來補牙 這類的東西 那結果他有一次 他在一個很大的診所 那有一次美國的那個政府 就直接賀槍實彈 來到入居診所那裡 拿了他的檔案 收了他的電腦 那結果他就要打官司 那幸好他有個有錢的病人 幫他打官司 拿了200萬打官司 那他才拿回他的牌照 那這個醫生是 如果在我們的自然療法的 是很知的 因為他寫了很多這方面的書 是一個很出名的醫生 是一個教授來的 那你可以看到 如果你在一個這樣的惡劣制度 其實香港其實某程度都是的 不是我們想像的都那麼好 但相比之下 自由比美國多些 自由比歐洲多些 歐盟現在所有中藥都不准用 很多中藥都不准用 很多印度醋都不准用 你可以看到其實 這個惡势力是不斷地膨脹的 令到我們那個人 是越來越處於一個 一個很悲慘的狀態 你看到整個醫療氣氛是很慘的 所以他們都很害怕的 知道嗎 因為我一行錯一搭錯 如果我一個西醫 我做自然醫療的 一個不小心 就被病人不斷無聊 告一告你 那你應付那個官司 你不需要的 你知道嗎 現在那些人死人不是死去 官司有沒有罪 有沒有真相 是整個官司的過程 用那些錢 香港也是的 人家打傷官司幾十萬幾百萬 所以你根本不是說真相 你沒有錢就根本沒有所謂公義 這是一個開玩笑的制度 我和大家也分享過 我讀職歌神經科醫學的時候 我都要讀法律那方面 叫Jurisputed 我覺得讀西醫 要修讀法律才行 個個都要讀的 是嗎 教你怎樣小心 不要被人告 如果你告的時候怎樣 我記得當時我們有一個 教我們法律的律師 他說過一句真理的格言 我經常說 他說我們是生活在一個法治的社會 一個法治的社會 不是等於一個公義的社會 記住 在一個法治的社會 不是等於一個公義的社會 所以我經常跟大家說 因為很多人都 對這方面的 我們一般的所謂教育 通識教育 完全都不會在這方面 給我們有一點點 任何的啟示 所以我個人都是很蒙蒙蔽蔽 因為我們是一個法治的社會 所以如果有些陰毒的惡化在這裏 我們是很悲慘的 但是很多人都不懂得在這方面著手 只在忍受忍受 包括我和很多醫生 都是跟他們談 他們的態度都是一種很無奈 這是很悲慘的 大家有種很無奈的 你知道美國最近有一個官司打贏了 已經有一個突破了 官司就是挑戰醫療的其中一個特例 就是你不可以有營養素 或者某種治療的維他命 所謂聲稱治療的治療 香港就叫做不良醫療廣告條例 其實你不可以說我手上或者有什麼工具 有些自然安全的工具可以治療任何病 如果你說你治療任何病 就算這是一個絕對的真相也好 你都犯法的 其實香港有這個惡法在這裏 很多人為何經常都會說 為何我未聽過 為何我不知道 為何不知道這件事 其實這些工具一向都有在這裏 因為有三個惡法 是令到這些工具全部被人打壓 好了 我跟那些醫生聊天 他們給我的感覺上 他們都是一個很慘 很慘很無奈 怎樣算 然後說自己很幸運 我覺得香港人暫時說 香港人要繼續堅守 要捍衛我們醫療的自由 其實很多事可以做 很簡單的就是 這些惡法是全部違反基本人的憲法保障權利 美國已經由衷打了 已經贏了 其實將來他們的折衷辦法很簡單 如果你有三個研究下 即是科研 證實你的物質是有幫助的時候 你不應該禁止他們說的 很簡單 你亂吹牛當然不好 如果你亂吹牛 騙人有其他法例去應付這件事 你不需要整個法例說不准你說 第二這麼簡單 個人都可以說謊 我們防止你說謊傷人 我們有法例就說你不准說 即是不准在公共地方說 即是不准在公共地方說 即是其實法律是這麼愚蠢的 你都說奸商奸商 很多生人是騙人的 所以我們怎樣保障這些人 就不准你做生意 即是其實法律是等同一個這麼愚蠢的法例 但為什麼一般人 做了所謂做了 受了這麼多教育的人 完全看不出這個這麼陰毒的法例呢 這個就是人類可悲的地方 開始蒙蒙蔽蔽 然後做了順民 做了一個羔羊 被人載作 然後辛辛苦一世 最後什麼都沒有 人都是這樣捱 所以華爾街戰據 華爾街是一件很好的事 可以繼續下去 可以將整個經濟的制度 徹底改變它 有時候我也跟大家分享過 在香港來說 其實我唯一的 我很少看外面的傳媒資料 所謂什麼文章 那些評論 唯一我看的就是施永青那篇 施永青我覺得他是一個很有智慧的人 很有實在 一個practical wisdom的人 但是他去到這一面 最近我也看回他的資料 他都說這個爛灘子 一定要救的 就算大家明知這個爛灘子救不到 但是如果你不救 始終全球都會影響到的 所以他從初都打算 大陸不應該去救市 不應該救這個爛灘子 但是如果你不救 沒有用的 你一定會 遲早會影響到你的 好了 最近他都說要救 始終有好過沒有 但在這方面我就不同意 我覺得明知這個爛灘子 是個個起源 就是我們整個金融的制度 是被人騙了 是吧 被一些私人的銀行 可以募告進來印銀子 是吧 整個起因在這裏 我和大家也分享過 其實香港也有本書 就是貨幣戰爭 都說出背後的真相 是吧 既然這個制度是徹底是壞的 是爛的 我覺得寧願等他從頭來過 崩潰之後從頭來過 這個就是真正解決 但始終施永青在這方面的觀點 有少少不同 他都要救住 始終他的地產商 他都不希望自己的地產全完 要養那麼多人 要養那麼多人 但是長遠離開 你是養不到的 一個很惡劣的環境 大家在狗且偷生 無謂 為何我們不可以從頭來過 這個我在很多地方都看到 亦都看到很多文章都說 我現在這個所謂經濟這個問題 遲早一定崩潰的了 不過大家在這裏拖拖拖 你說救到希臘 希臘國家的債務還少 還可以勉強救到 跟著意大利 意大利在歐洲來講是第三大的 已經是帶到無可救的了 所以我的觀點 也有很多人的觀點 這個是遲早爆 是應該爆 應該重新重新來過 其實沒有問題的 我們講的是那些數字遊戲 大家都只想上班 大家都只想做事 大家都只想消費飲食 基本飲食 不會停的 只不過數字遊戲 改一改 因為從頭來過 搬來搬來搬去 從頭來過 突然之間不做事 大家都會做事 所以我也是一個 某程度上 我是說很多所謂的 Doomsday那些 prophecy 那self content 都是延าdal 但我的背後是很樂觀的 我覺得我覺得 要明知這個問題 是律底去解決 好過拖拖拖拖拖拖拖 來到馬海圈補 mond 我保,保,保到后来,其实都是,可以说是于事无保的 我这次也很幸运,我的人生十几年来,好像跟上天有了一个密切的关系 我有什么事需要,自然有人出现的,详细,仔细那些,或者没有机会和大家分享 这次我去芝加哥,找了一个的士司机,女的士司机,就来接我 一说起来,原来她开始行自然医疗,她不知为什么,她好对自然医疗,那些很有兴趣 说了一个课程,她说你要去研究一下这个课程,非常之好 我见到她有很多东西说,不如我去到一个人,没有人认识,不如爷妈请她吃饭,大家聊吧 说了一下,原来她的地产也很熟,说了一下她又是这样,又是负资产,破产,又是从头来过 我听到有很多很多这类的人,就算是医生也好,她就算能够可以找到吃也好 都是一个很抑压的,很压迫的,很没有自由的环境之下,苟且偷生的 觉得这个世界是时候要变的,所以我也很开心,除了这个芝加哥之外 我也去到维生尼亚,或者我们在休息之后,我再和大家分享一下,将来有些什么我们可以做得到的 好,谢谢二医生,我们晚点再谈 六创意健康店,是一间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 提供2000多种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 环保家居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营养补充剂,一系列健康舒适等等 六创意健康店,电话28824848 网址3w.h-e-a-l-t-h-s-h-o-p.com.h-k 自然疗法与你这个节目是由大康自然健康中心赞助 大家好,我们又回到自然疗法与你这个节目了 余医生,刚才我们听了你去芝加哥学习同类疗法的课程 我知道你还去了另一个地方叫维珍尼亚州 看了他们一个有机农场的运作 现在大部份的人都很关心我们未来的生活 因为很多灾难性的事情都在发生,影响我们的地球 影响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可能是我们的食物 其实你去完这个有机农场运作 看了他们的运作之后 有什么可以和我们安定一下我们的心呢? 有什么分享? 其实我本来只是想去芝加哥上一个同类疗法的课程 大家都了解,同类疗法是一个比较深奥的医学难征 可以这么说的医疗 但是我在临走之前打电话给我的朋友 这是我认识了二十多三十年的朋友 他说我最近找到一个农场 这个农场有50亩地,有水 大家都知道将来地球的资源 水是一个大家会争取的资源 大家要争取的资源 我这个地下面有水,有溪流,有河流,还有地下水 地下水未曾被人用过 这个水有很大的潜湿 他说现在在上面已经有些有机耕种 他说不止有机耕种是Permaculture 如果大家在有机耕种方面有些认识 Permaculture可以说是企图全部自吸自粟 是一种种植的方法 应该是源自澳洲的 我们早期在我和周兆祥和其他班子 和杜贺的人开始的陆田园的时候 我曾经邀请过一些这方面的专家来香港 给我们一些意见 如何做到这方面的种植方法 所以在朱加哥之后 我就直接飞去维珍尼亚 去一个地方 探望我的朋友 大家就去这个农场去看 大家有机会听过 大家有机会听过 Egger Cayce Egger Cayce 一个全其的人物 Egger Cayce 也预测将来地球会有很大的改变 我们的生活方式也会有很大的改变 它也指定有些地方有灾难性的问题出现 有些地方是比较安全的 它也指定维珍尼亚的地方是一个安全的地方 将来有些突破的科技在那边出现 可能希望将来的免费能源 科技真正可以面世 其实已经有的 只不过一直被一些恶势力打压了 我们在这儿牢牢役役役 其实我们解决人类的贫穷的问题 其实已经有足够方法 我们不用欠油 不用欠石油的战争 其实是很无谓的 我已经有了处理的方法 我听到这个地方 去到维珍尼亚 天地还好 那些叶子都落到七七八八 不是刚刚换叶的时间 换叶时很漂亮的 又红又蓝 又黄又红 很漂亮的一个景点 维珍尼亚 有些山区 但不是高山 有些路都是高高低低的山路 我上去之后 去看看农场 在农场里面 我看到很多植物 是我们同学疗法的植物 将来我可以在那边 制造同学疗法的疗剂 因为始终现在的药的质素 有些人也会怀疑 做得好不好 你知道同学疗法的东西 质素的保证是很难的 因为它不是一个物质 你不可以去去发现 看它行不行 你试过行不行 不试过不行 有时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所以我发现 在那个农地 有五十某个农地 也有五十多种植物 是同学疗法常用的药 将来我们可以在那边 那你的朋友 是否也是研究同学疗法 研究了三十多年 他是我第一个老师 28年前 我第一个老师就是他 我知道那些水源 对植物非常非常重要 将来我们要有生存的空间 水是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你没有水 你便知道 没有什么 就很难生存的 这个地球上能够生存的地方 我看到 就是好像 一定有水 我知道马来西亚有足够的水 加拿大的中部 在那个Rocky Mountain 那个水源的地方 很多冰山 有水 纽西兰也会有水 澳洲的问题 就是水 就是一个问题 将来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当然 如果我有免费能源的时候 不要紧 因为海水可以化淡水 我有足够的食水 但是你知道 我相信 如果大家听我们的电台节目 我们在另外一个节目里面 就不可告人的身上 这个节目里面 我们的节目的主持人 都曾经提及过 如果将来香港有海啸来到 那当然 第一个会影响 就是我们水塘的水 因为我们香港的水塘的水 大部分都是水平线那里 我们Plover Cove 那个水塘 都是一个水位那里 就是在一个坝里 来将那些 就是 处于这些新鲜的水 但是当然 如果一个海啸来的时候 海水就一定污染我们的食水 那将来香港 一个水的问题 一个挺严重的问题 好了 那水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所以我的朋友在找地的时候 他其中一个要点是水 他找了二十几个农地 所谓的土地 最终才找到这个 因为最主要是一个水 而且是有机耕种 也就是有机耕种 也就是有机耕种 不是说要就要的 需要很多时间 这个地是神经路过农药 你要让它休息几年 才可以合资格叫做有机耕种 他这个地方有十几年 是Permiculture 不是只是有机耕种 那么简单 所以我们去了之后 非常之开心 我们终于找到一个 就是一个可以做 所谓做一些实验的地方 那我们打算呢 在那个农地那边 我们要建立一个 一种圆形的 一个半圆形的 的Green House 叫Geodichic Dome 的Farm 就是一个Green House 那一个好处就是 你任何四季 你都有一个保护的环境 可以种植的 那比如有些地方是落雪很厉害的 或者风沙很小很干旱的 那你的植物 种植的那个时间 就会有局限 那如果是有一个 这样的保护的环境呢 我将来会有个 50 50m 大米的 一个很大的 可以足够 好像温室那样 一个大的温室 那些植物 可以足够 种植到食物 可以多数十人的生存 所以我们可以继续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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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安排一下 因为上面有几间房子 可以有居住的地方 所以我们计划就会这样 我们可以做自己的干净的水 做一些 主要和健康有关的事业 所以我就去了这里 那个地方在近Blackwood Blackwood是一个大学城 Virginia Polytech 美国是一间很出名的科技大学 就在那边 有3万个学生 有6万个人口 整个气氛就好像我以前在美国读书的时候 在Vermont 在Gorda College Vermont读书的时候 那种感觉 有高高低低的山山 很开心的 空气当然一流 在维珍利亚有四季的天气 跟美国的L.A.G.比 空气的实数非常非常之好 所以在那里 我和我的朋友联络 我有很多好的工具 他最近不断地铸研这些工具 其中一些工具 我在朱加江的时候 和一位医生 他一位西医 他说这个工具 医的胆固醇是一流的 你知道了 现在大部分人 稍微年纪大一点 在我病人里面 每个人都在吃胆固醇药 大家都明知 胆固醇 你吃胆固醇药 吃一辈子 你都不会因此长寿少少 长寿可能十几二十日 是没有好意思的 但当然胆固醇 一定有副作用的 所以我和那位医生 大家在梅尔茲丹 聊天 他说了 原来一种简单的方法 这种食物 胆固醇是很快的 他几个礼拜已经降下来 我们有很多这方面的工具 在发挥中的 还有我们的 也有庄囊有些方法 在一种天然的同学疗法 的疗剂作为农药 你知道了 现在很多植物 很多动物 吃很多抗生素 很多病例如乳腺炎 很多动物的牛 尤其是乳牛 会出现乳腺炎的问题 我们可以用同学疗法去医 是很简单很便宜的 你少少 放入同学疗法去治疗 在动物的饮水方面 整个农场的动物都可以医得到 有很多这方面的工具 我将来会发挥的 可以帮助我们 不用用那么多农药 用同学疗法 制造出来的方法 是处理很多农作为各方面的 所以今次 正如我过去出生去 我很大收获 我走在飞机上 看一些片段 然后看一些电影 那些所谓的作品 都学到很多很多东西 所以将来我一步步 跟大家分享 其中一样 就是我们有一个新的工具 就是帮助柏根信症 柏根信症 柏根信症很难医的 西医来说是不能医的 现在来说 以及用柏根信的药 长远来说 你一直吃都是很多副作用的问题 那我们已经有些 最近发现的新的工具 在科研上已经证实 比较柏根信用药那方面的效果 一样好 但是副作用是没有的 所以长远来说是非常之好的 那这个为了我下一集 下次跟大家分享 我们详细一点 白根信这个是一个很困扰的问题 如果对患者来说是很可憐的 那我昨晚在电视台 没有意识到 就有一个拳王 Phaseer Joe Phaseer 过世了 那当然是一个这么出名的拳王 那很多些 就是要 Fans 或者名人都去 那其中呢 就能看到 Muhammad Ali 是吧 那他已经有白根信的 你看他样子 哇 一个整个人好像变型 K營的人 白根信那样赠赠赠赠赠赠的进去 其实白根信也说 有几多人都 就是患患白根信也有很多 那苦于那么久 是没有什么真真正正 简单有效安全的方法 那今次我也都发现了 因为原来有这些工具 那我就慢慢地 会和大家再详细一点分享 Ok 那这个就是我们最近去美国 其实我今次也去了两个星期 那 你在這裏說的時候 我在這裏出圖片 你有沒有拍照給我們 可以上你的私人blog那裏看看 以後我們將它設定後 圓形的溫室 還有我們會建一些圓形的屋子 比較環保很多 還有抵受風暴是很好 你知道現在傳統的屋子 如果大風一吹很快會出成一間製造 現在有一些圓形的屋子 叫做Cylinder 抵受風雨是很好的 我亦參觀過這些建築物 在美國的地方 有很多這類人墜居 很多音樂人 藝術家 有機農夫 也有些人已經放棄了我們地球的制度 我們叫 Living Out of the Grid 跟我們社會其他的機構大制度 完全要脫離他們 在這些地方有很多類人 居住 例如另類人物 現在來說是另類人物 某程度上是有遠見的人物 就知道地球發生什麼事 為地球 為自己做一些準備 好 我們好像這兩個星期有很多來信 是的 今天我們會先回答四封 雖然有很多 先講一講 第一封信 有一位先生說 我叫阿文 今年也二十歲 小時候不知道自己有一個漏斗胸 漏斗胸的意思是胸口套進去 他就認為自己瘦 然後發現原來這是一個病症 後來聽余醫生說 知道有一個微創的手術 可以改善這個問題 一直以來聽了很多 有關西醫採用的方法 對人類的影響 現在都不知道做不做手術 很煩 因為這個手術的原理 是要在這個病人的胸壁 做出兩個小傷口 然後又將一個特製的U型金屬板 從其中一個傷口放入一個胸腔裡面 佔在這個患者的胸骨後面 然後又反轉 然後將這個胸骨頂起之後 拉平 他當然不是很想做 聽到他都很害怕 我一直都讀到 請問袁醫生這個治療法 可不可以改善這個問題 還有沒有其他方法 我聽下去 真的很不想做這個手術 我相信如果大家 用一般的常理去想想 要將整個胸膛的骨 變一變 即是轉了 即是一個很大的手術 有很多破壞 我們在一個生分製成長裡面 作為一個家長 有時候我們都要留意一下 有時候 你看他的胸骨那方面 可能發展都不太正常 譬如縮掉了 我們叫做 浪斗胸 也叫做雞胸 大家聽過 雞胸那些就凸了出來 其實都是代表 那些胸骨的成長過程 發育是不健全的 當然如果我們家長 在生分製幾歲發育的時間 察覺到這個問題 我們即時去處理它 譬如我用營養方法 用同樣療法的療劑 很大機會 可以將他的成長 正常化 但是這位聽眾已經成二十歲 對 所以我們未見過這個聽眾 二十歲月的成長 基本上已經是穩定了 所以你說這個手術 應不應該做 我們真的要視乎 那個所謂那個 程度去到哪裡 如果成長的畸形 或者令到他的呼吸方面 交際或者身體 交際也好 社交也好 或者他生活上有肺腔的功能 都會影響 可能都要考慮一下 需不需要做 但如果不是 我們會怎樣 我們會 永遠都是這樣的 我們將來聽眾問這個問題 其實我有一個很標準的答案 我很難在這種情況環境之下 聽你所敘述 而可以講到一個很準確的答案 我的標準答案就是這樣 永遠大家有什麼健康上的問題 先試一些天然的自然工具 起碼殺傷力小的工具 副作用小的工具 如果試過之後不行 你便再試一些 我們叫做Drastic 極端性的方法 因為始終我們現在知道 大家聽到 應該都很明白 現在西醫所用的工具 主要是治標不治本 但當然 在醫療的利潤方面 當然是非常利潤 因為病人不會完結 不會停止一天 所以 始終所有這些工具 都有一個很大的代價 有副作用很嚴重 所以 遇到什麼問題都好 其實我的標準答案 會員都是這樣的 你再想辦法 試一些自然工具 試一下行不行 OK 如果真的沒有辦法 走投無路 你再去用其他手術上的工具 所以這位聽眾的答案 其實我真的很難可以告訴你 應不應該 如果你是不能夠接受 自己身體的樣子 在心理上方面 是一個很大的 群擾 你沒有辦法 那便要去做 你要沒有一個險 或者做好之後 可能有其他的問題出現 可能身體有其他的血陷會出現 因為始終將你的整個胸骨 破掉之後 重新再奉合 肯定不是一個小手術 很大工程 沒錯 我覺得不是兩個傷害 但是 做不做得呢 如果你是否有不舒服呢 是否不舒服 如果用同學療法 用其他方法醫了之後 你能夠接受到 或者你那個心智 即你自己的self image 那方面出現問題 我有時候用同學療法可以改 我遇過有些病人 很漂亮 混血兒 但他經常說 他不會看鏡 他以為自己是很醜的 但是一個很漂亮的混血兒 很醜的 以為自己很漂亮 沒錯 在這個情況之下 當然是一個心理上的局限 我用同學療法醫了之後 他就發現自己不是那麼醜 所以很多時候 我們的醫療 不是真的把你的身體的缺陷 可以改的 但是把你自己對自己的觀感 你自己觀感去改 你自受了自己 開開心心 來到生活 這就是我們的醫療的目標 對 就是開心地 沒有局限地 身體上沒有局限 情緒上沒有局限 精神方面沒有局限 這就是我們的治療的目標 對嗎 就不是說我們是否一定可以 將這個胸骨 可以變形 其實我們未必 機會都不大 在這個方面 心理很重要 如果他真的不是很不舒服 那我現在看回 那個E-mail 傳來HK 我覺得阿文 如果你有時間 不如直接來看一看 袁醫生 大家看看狀況 其實是怎樣 我會自己覺得 比較實在 因為太少資料了 很多東西問的 我們其實如果來看醫生 好的 好 那第二封 第二封就是 一個很孝順的聽眾 他說他媽媽54歲 在今年的6月 確診了 患了空腺惡性腫瘤 他的尺寸是7.2x5.5x6.5cm 他的腫瘤已經壓住肺氣管 和肺血管 特徵呢 他的臉很腫 持續咳嗽 而且經常咳出一些白色的痰 其實這個特徵出現的時候 是去年12月 主診醫生 他用花療這個方法 去處理惡腫瘤 但是效果就不理想 亦都不可以很徹底治療了 他的腫瘤 只是能夠長期透過電療 來控制著腫瘤 請問治療法 可不可以醫治這個 空腺惡性腫瘤 袁醫生 其實是一個醫療的原則 有些人經常問我 那些東西這麼大 你不割它 你又如何去處理它 我的答案其實很簡單 這塊腫瘤 是因為你身體生的 為何你身體生的 因為你不健康 健康又會不會生 健康又不會生的 好了 即是你的身體因為不健康 生出一個這樣的腫瘤 腫塊 因為你不健康 而健康又不會的 分別就是這樣 怎樣做呢 令你健康些便可以了 你健康之後 你就會收 即是你身體能生出來 你身體也有能力把它收回 那你聽信的聚述情況 即是其實是一個很美奇 你看到他給我們X光片的資料 他都在信裡負上 很明顯那個腫瘤大到 已經影響到他的氣管 因為他的血管 氣管 或是胸骨 已經有少許壓力下去了 好了 那當然的治療手法 是有什麼辦法 令到他這個空腫瘤 可以縮回去 OK 那你說是否只是用化療方式 電死它呢 當然這是一種西醫的手段 其他方法有沒有呢 當然一定會有 是吧 唯一的辦法就是試一試 永遠都是這樣的 你試一種方法 起碼試不可以 都不會傷害你身體 是 rather用了方法 本身的殺傷力 就已經是驚人 即是你經常在這裏 輻射自己 那你自己等下 那個情況會怎樣 像日本那樣 是吧 那為什麼日本人這麼擔憂呢 就是因為輻射的問題 那輻射當然對你身體 不會有好處的 那麼那那裡不是人事那樣 那你又一直都會フ社 所以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那說回來一下 那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今次美國 就是美國一些比拋 bi нуж幅 很多的機場 就叫做X光 讓透過X光光的 我其中有一種 呢 裡面要轉機轉三次 每一次都有X光 我當然不是 對吧 幸好呢 大部分美國人都不知道的 不知道lighting 总是给他X光,我就说不需要,他就帮你手伸的方法 这个是一个,你可以拒绝的,对不对? 如果他们不是太忙,男人用男人帮你手,女人帮你手 我暂时的经验都可以,都很客气的 我现在在做什么,我手上这条颈子,左边右边,好像录音那样,说给你听 接着呢,先套了胶图,搜了一轮之后,拿一些东西,码一码胶图 拿个仪器照一照,看看有没有药品之类 所以现在美国,普遍上都会遇到这些情况 如果你过关,你看到,他不是每条线都有X光方法来检查 有些线是不需要的,用传统的方法 如果你有选择,你就不会走那条X光线 如果你不小心去到X光线 如果你要求他们,他们显示我的经验 听从你的方法,他不会强行给你面识看 但我也听过一些美国的朋友 你要求不照X光线,他们会围栏你,等你很久 所以每个人的制愿不同 很明显,如果像我这次去一去,我转三站 三站照X光线,你看到多离谱 但我看到,美国人真的有很多信民 那些人都没有想到这么危险的事情 乖乖地去照X光线,大部分人都没有 不知的,可以说不知的问题的真相 或者转一点说不知死 我只是不知为什么他们不知 一天我去几个地方,嘩,照几次 很糟糕,这个世界真的很糟糕 那我们也在网上也看到 其实最有效的方法,拿狗去闻 是比照X光线更有效的 那当然,背后有很多利益关系 背后可能有些人 卖多些机器给政府 那其实养一只狗,肯定是便宜 过用这些方法 那狗是很快的 在外国,在伊拉克的正战场里面 他们发现,肯定是用狗的 他们不会用这些仪器来照人的 那 anyway,我有很多其他方法 好,那那个答案也是 就是试一试,是不是 那如果能够 因为它那个选择已经很差的,是不是 你不能够长期用复射的方法 来到控制这个流种的成长 OK,那就 好,那就是第三封信了 就是,这个读者有一个朋友 他的卵巢也有一个叫K胎柳 24x18mm 那是五年前发现的 那当时的医生说,很小而已 不需要理 那现在又大了很多 那他请问,是否需要做手术呢? 还有没有什么其他方法可以解决呢? 除了做手术 OK,那你可以看到 K胎柳呢 K胎柳是一种叫Teratoma 那在卵巢里面 很多时候大部分都是水浪 水浪柳很多的 但是好看到呢 这个K胎柳呢 是一种实物的柳 始终的胎柳 那是大了 只要高低位造的 肯定的高低位造成呆 所以我认为 他在短短五年之内 是变大了 那可能就要做手术 或需要这样做 那可否用其他方法呢? 那以我自己经验来说 如果是水浪柳呢,或者是巧克力柳 血柳呢,这个同学疗法 是很容易处理得到的 但是如果这种Teratoma 这种所谓的K胎瘤 效果会有多少呢 我不知道 永远要试过才知道 在同学疗法里面 在古代这么多年前的医疗工具里面 我们未必有很仔细看到哪个疗剂可以帮到哪一种卵查瘤 但是答案也是 永远也是 手术去了之后就没得回头了 用其他的自然的方法 比如包括同学疗法 有机会是可以控制得到的 我觉得永远都是不妨试一试 我未试过永远都不知道是否可以 就算我试过不可以 也不是代表同学疗法不可以的 大家要很要记得这种东西 有些人说我试过某种方法 某种方法不可以 因为同学疗法不像西药的工具 西药是很死板板 很清晰的 大家都是这样做的 哪个西药都是用基本上同一个药 同一个方法 不可以就不可以的 但自然医疗里面的分歧很大 因为很视乎医生的经验 以及他的医术 尤其是同学疗法 是很大很大分别的 在我上一次在满地河那次 在满地河那次 我去到我一个以前的 都是几十年前的一个老师来的 他就专研了同学疗法 他初初对同学疗法不相信 因为他的家里是h 医疗是一个小弟的 但他用同一个疗法 用封读医的关节验 当然他的爸爸常常被医院的医院 医院医院区或医院医院医院 他常常去质疑他的 要打官司 去法庭 我记得他小时候的爸爸经历这些事 我想封毒是否将蜜蜂没有针 刺到自己有关节有毛病的地方 是否这个意思 这是封毒医疗 其实是很久的历史 他爸爸在这方面采用这种方法 他爸爸有一次在我们脊骨城医科学院 也来讲过讲话 那时候六十多七十岁 其实是挺老的 但是一个fighter来的 你也看到一个fighter 一定要的 他说他从小看到他爸爸 晚上就在盘算怎样去defend 走来走去 我明天又被医学会收拾了去 又去法庭去 他要怎样去defend自己 是很惨的 一个很有良心的医生 用一个自然的方法 从来没有伤害过任何人的 但因为你用的方法 不肯用西药 不肯用一般的传统对抗性医疗的工具 他就会被收拾出去 很容易被人脱牌 他自己是一个医疗的世家 他早期对同学疗法 完全没有什么信心 他觉得很多人都听到 有什么可能 好像太简单 其实不是简单 同学疗法不是因为简单 只不过是用那些药 是这么稀释 稀释到完全没有物质成分 很多人都很难接受 其实我今次去医生 是他以前的第一个老师 大家聊起来 他说 你知道这个医生早期 都不太信同学疗法 结果有时他邀请我到他家 在满地河的家 然后就医治他家里的人 他姐姐妹妹 他才开始信服 好了 这位医生一信服了之后 他就全面是转研同学疗法 成为一个同学疗法的大师 我早期在满地河 亦都和他上了他的课程 这个半年前的事 看到同学疗法的 就是用的手法是很不同的 我上一次跟大家分享过 有些同学疗法的方法 他是用很详尽的 可能用五个小时去做个案子 但是我今次去芝加哥 这位另一位在Belgium的一位医生 一位西医 他写了一本很出名的同学疗法字典 叫Synthesit 现在出了第十版 他的方法有些是简化一点的 他说 他说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这个概念我以前也未认识的 这个同学疗法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们病人聚述 譬如你拿他的案子 拿他一个小时 他会给你很多很多东西 以前在满地可 那位同学疗法医生 他将这些资料 都进入电脑 可能进入五六十个症状 分析出来 他就用这一套 这套会花很快时间 如果我用这套方法 我起码要三个小时 四个小时 五个小时 那费用相对比较贵 但是今次在Belgium 这位医生所在朱家国教 他说不需要 他说如果急性毛病 你用五个重心的症状 就进入电脑分析 已经足够了 就算慢性病也好 要了解问题的根源在哪里 他就用了一个模式 一个心理学的模式 不是同学疗法医生的模式 他说当病人的症状 可以分两类 一类就是他的受苦 Suffering 通常Suffering有几类 一种就是 Fear Worry Anxiety 这种Suffering 有一种Suffering 就是因为被分离 一个Separation Suffering 另一种的Suffering 就是内疚 这种Suffering 导致他的身体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另一种的情况 就是他如何去适应他 他说有一种适应的方法 叫Egolysis Egolysis 就是自己毁灭自己 自己不开心 自己哭 自己失去工作能力 这种反应 就是你遇到这种痛苦 他的适应的方法 就是进入一个 Depressed Suicidal 的情况 就是自杀的倾向 另一种倾向 就是执着别人 都说你不好 你搞坏我 所以 这种叫Heterolysis Heterolysis 就是说 他将他的愤怒 他不满 他的情绪 就是宣示在别人的方法 不关之事 这就是另一种 适应的方法 第三个方法 就是提升自己 他利用这个机会 提升自己 从而将自己进入更好的境界 他认为 在同外疗法 我们拿出资料 那个受苦的资料 是比他适应的更重要 这个是很重要的 当病人说了几十个资料 给你之后 你开始选择的 如果你完全不选择 你全部加进去 可能得出来的结果 都是无论两可结果 今次我学到一件事 就是 你要着重病人 到底是如何受苦的 哪一种受苦 哪一种受苦 就不是他如何处理 譬如很多时候 病人来到 他说我是情绪抑郁 那他为什么会有情绪抑郁呢 这个是很正常的 这个是一个很突出的 很突压的症状 他很严重的情绪抑郁 但是我们要了解到 我要问他 为什么会有情绪抑郁 如果他有情绪抑郁 是因为分离 离开家庭 离开家园 或者离开爱人 离开源头 你拿源头来找疗剂 是比较准确定 用他的反应 即是他的问题的根源 以及他的反应 他如何反应 这个对我来说 是很有用的 所以当我看病人里 我需要的时间 是可以简化很多 你做了心理医生 某种程度上 我们是很着重心理的症状 因为心理是反映 你个人的本质是很重要的 即是多过你表面皮肤的症状 当然表面肉体症状 都需要用的 如果你的症状 只是我扭伤了腰 我又没有因此影响我的情绪 那你当然要看他如何扭伤 那你要看身体的症状 当然同学疗法 是一个很高深的学问 为什么同学疗法 这么久都不成为第一大医疗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 是二学难征 那外面坊间 很多人在教同学疗法 但是真真色色 能够掌握到同学疗法 是不多的 是很少的 但是我始终相信 真相永远是可以找得到 最后都可以找得到 那我们都不断 在过去28年 我走这28年 我们都不断去找好方法 最后的方法一定很简单 原来很简单 病人自己都可以做得到 那最后我们的方针都会在这里 最后我们的网台 就算我教授和我疗法 我这个方法 也是认为一些很简单的方法 自己可以照顾自己的健康 如果你自己照顾得到 你根本就不会变成慢性病 很多病是变成难医 但是因为你变成慢性病 我们很多病人是慢性病被人搞到 没得搞才找我们的 所以有时候说我们医不到别人 那当然了 每个人到某个地步上都医不到 那希望呢 如果我们能够及早照顾到自己 用一些很简单有效的方法 我们不会成为慢性病的病人 香港所有医疗问题 和贫穷问题 其实在健康方面 绝对可以解决到 嗯 好 好 那多谢袁医生和我们这么详细 去回答我们听众的问题 那下个星期我们再见 拜拜 OK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nd- -